我们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 我们的医学科技的发展 给我们有平等对话 给我们能够在国际上发出我们专业的声音 更多的底气 今年48岁的徐可蔚 是定居祖国大陆的第三代台胞 其祖父上市寄出 曾往返台湾台北福建厦门两地行医 深受性灵熏陶的他 在1992年考入中山医科大学 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 毕业后从医至今 徐可蔚在泌尿外科临床工作20多年 在尿露节食及肿瘤的微创手术领域 有较深造诣 在该专业领域海内外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2020年初 他率领151名医务人员 驰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 推行多学科协作 和搭建前线后方远程会诊平台 对外科医生来说 其实能够帮患者顺利地 能够康护过来 完成一台手术 治愈一个病人 其实都充满成就感 因为我们每天 可以接触不同的病人 每天可以持续地 从每个病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观察 学习到很多医学的知识 就不断地会给自己的一些新的动能 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所以就觉得还是有无穷的一种 探索的一种职业生涯 在医学领域 一直以来 大陆和台湾交流频繁 在疫情防控期间 也会经常通过线上形式进行交流 探讨学科发展 在许可谓看来 大陆医疗从跟跑到病跑 如今到部分领跑 台湾医疗界也在逐步改变 对大陆医疗发展的看法 可以说大概20年前吧 我们刚刚在专业领域里头 开始更多跟台湾进行一些交流 我们在很多领域 很多方向 还是落后了不少 就当时刚刚兴起的一些 微串技术来说 因为我们的器械 还有设备 相对来说 比较落后 在这个领域里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在不少的领域里头 不少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膀胱癌的 根治手术 我们在国内 在国际上都有较大的影响 可以说这个领域里头 台湾的同行对我们也是刮目相抗 许可谓告诉记者 有时他也会在医院接诊台湾患者 有些是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台胞 有些是在旅途中出现尿路结石等泌尿疾病的台湾游客 以前出现一些急症 出现一些生病的时候 以前有时候还是会回去台湾看病 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到我们这些大的医院来就诊 所以还是有不少的一些接触 但是就诊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的感情都是相同的 而且他对我们医生非常信任 使得我们要加倍地努力地去服务好他们 随着大陆高校进步发展 国际影响力上升 台湾学生付大陆求学的意愿也在增加 许可谓说 平时会与台湾学生交流 感觉他们充满活力与热情 同时对大陆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应该说十几年前 我们科室都有招过台湾籍的学生 现在就更多了 现在我们医院都有好几位 每年都有好几位台湾的一个学生在这里 也是感觉到他们是 也对祝国大陆发展 也充满了这种无限的期待 所以他们也不少的同学 正在考虑能够留到广东来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